好,这个非选题我们怎么判断呢 反正逻辑上是这样 一定是先出现所谓的小分子有机物 所以我把它的那个顺序写在旁边 小分子有机物 所以先出现,所以这是1 然后再出现大分子有机物 就是大分子有机物 所以这个圈圈1就是第二个出现的 2,好 当大分子有机物之后被膜包起来 就形成最原始的细胞 所以这是3 好,当细胞出现了 开始做营养了 最早出现的营养方式是 无氧易银 所以你看2号 圣入有机物 易银方式生物出现 无氧易银出现了 无氧易银 所以这就是编号1,2,3,第4个 对,然后 接下来是谁 好,当你把有机物分解掉 不就形成二氧化碳了吗 所以这是5 有机物分解出无机物 产生能量 而它分解的产物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二氧化碳就是有机物分解后的产物 所以当我行了无氧易银 我就开始产生二氧化碳了 5号出现 好,接下来应该是谁呢 易银出现吧 易银结束换质银 所以6 质银生物出现了 好,当质银生物出现 开始产生氧气 7就出现 当氧气出现 才可以行 耗氧易银 就是有氧易银 就是8 搞定了 按照逻辑是这样推的没有错 原则很简单 小分子变大分子 单细胞变多细胞 由减而凡 而还有另外一个判断依准 叫做营养方式 无氧易银 再自营 自营会产生氧 然后氧出现之后 才可以有氧易银 那这个题目最难判断是 二氧化碳什么都出现 只要分解有机物 就可以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就是二氧化碳 有机碳分解成无机碳 无机碳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我会把它判断出来 以上是非选题